公務員裏面,清減10%是完全沒問題 大刀闊斧的話,三分之一是應該要有 香港公務員作為特區政府行政機關議員 由服務社會保障公眾利益對政府負責的使命 卻被理法會議員何俊堯多次職責 永遠太多 我們政府公務員永遠太多 肥胖的身軀 不單止跑上來,是不夠快 它還拖累了我們整體的洞樓 我們也收到不少讀者留言表示贊同 香港公務員作為高新陽聯公正便明的代表 收入普遍比本港大公仔高 在財政赤字的情況下仍可連連加薪 近日公務員事務局更宣布 香港公務員加薪3% 不禁令人開始懷疑 香港公務員是否從高新陽聯變成了高新陽 但這些疑問,我們特地請來了立法會議員何俊堯 始終制度太臥腫的話 哪怕你有心機和志向都會被拖累 深圳特區有兩千多萬人口 復元是兩千多平方公里 但他們公務員是四萬至五萬人 但我們香港是一千一百平方公里 人口是七百五十萬 我們的公務員是十九萬三千人 還未計算,教師九萬人不是入政府公務員編制 在機管局裏面,醫管局裏面那裏有十幾萬人 還有食環處裏面外判出去的那裏有好幾萬人 所以加起來,實際上,我們有三十幾萬 至四十萬是在資公帑的人 為何每次說不夠人 公務員是無科,有沒有想到 在哪些地方有勇元,削了委員才開呢? 一個和尚就有水吃,兩個和尚就擔水吃 三個和尚就沒有水吃 人多,未必一定好辦事 要高效,決斷要快捷 不要是贏不缺 目前十九萬三千的公務員裏面 只要輕輕,隨時清減十個百分之一 是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是大膽,大刀,闊苦的話 三分之一是應該要有 正在我們一次過 聲hed. 每次還人善過 旁邊看 不cere了 旁邊看 人聲吵架 放一半 ですね 旁邊看 不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